在马总统的认知 在行政院吴敦英的认知 甚至农委会的认知 到底知不知道 在嘉义的翻路箱处处可见 就是水市一台金 两块钱的事实 如果说没有这个事实的话 马总统昨天在国民党中常会 又为什么要启动 所谓的全额毫无上限的补助呢 为什么马总统又要补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矛盾的状况 什么样的心态 今天我们看在嘉义的水市 价格崩底的情形 等不到中央及时雨 县政府率先动用了一倍金 按照原定计划 下午四点钟启动 无限量的全面收购 现场农民开货车大排长龙 他们抱怨政府动作 真的是太慢了 眼看着农会会 没有阴影的产销方案 很多农民气得说 到底要等多久呢 干脆回家把树砍了算了 嘉义县政府下午启动水市收购机制 没想到来营立委候选人到场说 收购机制是国民党争取的 和县府员工吵了起来 也难怪县府秘书情绪那么激动 因为早在农委会有反应动作之前 县府按照原定计划 启用了预备金无限量收购 下午时间还没到农民大排长龙 尽管一台金只有三块钱 却不无小补 只是心血变成了肥料 农民还是很心痛 台湾了 老早就这个样子了 好几半 差不多十多天二十天 就这样的价钱了 没办法 不想做了啦 不想干了 把它砍掉了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航空一斤没两块钱 要抓太多钱 要欧洲 要航中 航空我们都没钱了 农民都没办法了 抱怨农委会慢慢拍听的出来 农民已经死心了 因为马总统说要全面收购 没想到农委会发给地方的公文 却要限制周近19公分以上 又爱批 无限量 全额收购的 全额补助的收购 跟这个有限制的又不一样了 一下说全面收购 一下又说要限制体型的大小 县府批中央说一套做一套 不想再打口水战了 无限量收购将持续到12月底 这才是真正体恤农民 3D新闻 陈妙姓邱绍阳 嘉义翻路